我们家的大冬瓜太大了 这一根藤根本就支撑不了它的体重了 所以往下掉了 从藤上面断下来了 我去拉过来给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冬瓜到底有多大 哎呦 这么大了 拿拿拿拿 拿大了 太重了 太重了 妈呀 这个可能有我的体重 跟我的体重差不多重了 像抱一头小猪仔 大猪仔了 我是小猪仔 你看我们家这里 南瓜也大丰收 哎呦 哎呦 这都是湿的 太老了 南瓜丰收 全是南瓜 还是拿着南瓜饼了 这冬瓜糖也试着 尝试做一下 冬瓜糖 南瓜饼 上次摘那个没有这个那么大 我们都是 南瓜饼 一个都分了好多家 就隔壁邻居 一人分一点 一人分一点 才能够把它吃完 要不然像这么大一堆 我们一个月都吃不完 昨天釣下来的冬瓜 今天拿来炖排骨了 但是我很好奇它有多重 嘴巴拿了一个秤 秤一下看我们家这个大冬瓜 到底有多少斤 我猜绝对比小猪仔重 有没有 有没有 哎呦 哎呦 真的好重 它们呐 比你重的它们呐 三十六斤啊 你看 比它二十多斤 这个冬瓜都三十多斤 比你多高了 你可以比上一下 哎呦 我有三十六斤 你站过来 站过来比高高啊 站过来站 有比高 快点 你看 快点来比高高啊 来嘛 比高高 来嘛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三十六斤 我要是按餐来炒 它可以炒三十餐 我切一点来炒 这么多就够了 切这么多就够了 拿点红烧 拿点大汤 哎 有点难撒呀 我们吃小餐店 它们卖冬瓜 就是拿这整个哦 你要知道多少就切都好像来卖 这个就今天晚上把它吃了吧 先把这层硬皮给削下来 这个品种的冬瓜很好吃 它不酸 有一些品种是有点带酸味的 而且有些品种是怎么煮都 煮不烂啦 是硬硬的那种 但是这种冬瓜不会 它煮的会软软的 我的排骨汤 汤 放个姜 然后我们煲汤 最不能少的就这个野生磷子 放进来这里有20克 加水 可以 这是我你的种那个石榴啊 对啊 你看 哦 这长得很好啊 好是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味道是啥呀 没熟 它没怎么熟 它是自己垫下来了 我在下面捡到的 当初买的时候它就是软子石榴 然后我们是精心呵护的 呵护了三年 今年接了两个果 很早之前就掉了一个 还没熟 就是这个看样子应该是熟了吧 皮还挺厚 我尝一个 别人都说我们这个地方种不了石榴 但是我们是种了 结果真的结果了 看到没有 好酸啊 我的天呐 而且这个也不是软子 太酸了 这个如果说打瞌睡的时候 给人来吃一下 白骨它不是熟了 当冬瓜 可是那冬瓜太多了 留点来炒 全是冬瓜的 那个是什么 奶棒就 奶棒烙啊 奶烙棒 奶棒烙 香烟 奶棒烙啊 奶棒烙 什么味道的呀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呀 奶奶 奶奶味的 嗯 甜吗 甜啊 甜啊 好不好吃吗 好吃 要掉了 快点 大口吃掉 要掉了 我都请你担心 我都请你担心 这是红烧冬瓜呀 我先把这个汤给倒出来吧 这个因为放了磷子哦 这个汤所以有点 有点像咖啡色的颜色哦 冬瓜排骨磷子汤 有肉哦 有鱼有鱼有肉 你看我们今天 这个汤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但是因为我放了磷子哦 磷子呢 煮出来的汤就是有点呃这个颜色哦 你看 你看这是灵芝 嗯 开饭啦朋友们 要把它剩下了 放点滚亮 放点糖 放点糖 排骨灵芝冬瓜汤 先吃个排骨 我要拿个磷子装饭 嗯 滚滚滚 滚滚滚滚滚 酱滚滚 哦 verte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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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 要伸磷而来的 鱼渣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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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嗯 嗯